8月18朝壮观天下午 9月16号是农历的8月18 是观朝的最佳时节 8.5万余名来自全球各地的观朝客 在这一天来到观朝圣地 浙江海宁 阎关古城 目睹天下第一朝 据阎关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沈一亮介绍 观朝要一朝三看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交叉朝 东朝和南朝有远即近 相互碰撞而来 从大缺口继续向西 大约30分钟后 潮水会到达沿关 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线潮 潮头整齐滑一向西推进 好像一条白链翻滚而来 而今年的潮水较以往形态会更为多变 观赏效果更佳 今年潮水其实最大的特点 我感觉今年潮水的形态比往年好看得多 而且是从14开始 一直都是一线潮的现形非常明显 而且是连得非常的直 所以这个形态包括可观性比往年都好看 当天十三时许 记者现场看到 阎关关朝圣地公园堤坝边阶梯上 站满了后潮的人 不一会儿潮水迎面涌来 远远看去就像一条横灌江面的白链迎面而来 随着巨大的声响 转瞬间潮风便来到眼前 景色雄伟壮丽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观潮 然后就觉得特别好想来 可是那个时候老师说 呀人太多了 害怕太急了 所以就没来 想了三年了 今年都已经七八十岁了 您多大了 我八十岁 他八十 他七十七 所以我们就想了不行了 再也不来 走不动了 在我们的地方都会看到新闻 每次这个时候都会报道 讲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潮 沉潮潮 沉上来 两个潮水沉上来 哇那个景观很浩大 所以我很希望 看电视跟在这里天场是不一样 特地今天过来来看 也不错了 老师说 因为还可以看到那个水 它覆盖着之前的那个水 一线过去蛮长的 所以看到也是蛮奇观一下 是真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